男星徐志贤是台泰混血儿 拥有深邃五官 俊俏外形 因演出陆剧外星少女柴小七走红 以霸道总裁的形象深植人心 由于疫情 去年她回到泰国发展 人气再度攀升 也被起底 尽管拥有偶像外形 她却早早结婚生子 还在女儿两个月大时选择替法出家 徐志贤的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则是泰国华侨 拥有不输偶像的帅气外貌 2011年参加泰国选秀节目 KPN Award夺冠出道 随后加入南韩男团Victor 还曾和沐西岩 灰灿主持大陆时尚节目花言的秘密 更演出多部戏剧被誉为是全方位艺人 然而徐志贤 其实早在2016年就已经和泰国知名演员 苏蒙蒙蒙利安格塔结婚 并生下宝贝女儿 Pow Pow 一家人幸福甜蜜 时常在社群平台晒出闪照 然而徐志贤却在女儿出生两个月后就替法出家 当时外界风猜她是不满婚姻才出家逃避 但事后也她也解释只是想出家为父母祈福 重新回到演艺圈后 徐志贤将事业重心放在大陆 先前还参加节目追光者的录制 去年街拍末日之火饰演花花公子的角色 高颜值再度风靡一票少女 如今她饰业家庭两个亿 不仅常在社群平台分享工作日常 也会时不时晒出宝贝女儿